內政委員會有一些的討論 其實包括民進黨本身的委員 都對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解釋 都還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因為他們很害怕 你知道一解釋出來 是否讓地方政府 未來在很多交流上面 其實很難做事 這不是國民黨的主張 他上任這麼久以來 大家最生氣最討厭的地方就是 有法他不依法 無法他就來創新法 就是蔡英文目前的方式 像我們以前的黨產條例 還有我們的促轉費 這些沒有法的時候他就要創造 好像一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很多的東西 沒有辦法符合他的定義的時候 他就必須用很多不同的辦法 來用法來做一個詮釋 這是我們從立法院三年多來 都已經承受這個部分很久了 我真的不知道中聯辦 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樣的一個重要 任何只要到香港 到大陸 到澳門去做一些 即使是一個學術交流 你都很有機會遇到他們的高層 然後中聯辦倒是比較重要 還是國台辦比較重要 我不曉得民進黨為什麼把 這樣的一個位階 也沒有搞清楚 如果韓國瑜今天只是見到的特首 沒有見到一個所謂 實質正式行政中心的負責人 他這些農產品怎麼樣去賣 所以我覺得這東西已經把一件 大家覺得過去的過程當中 都沒有不當一回事的一個 彼此的交流 現在把它擴大來解讀 好像你建的這些行政單位 你就是要去賣台 我們也不知道台灣要怎麼去賣 對不對 台灣怎麼賣 到底步驟要怎麼樣 好像賣台在民進黨的耳裡面 就變成是一個很容易 像賣青菜賣魚一樣 事實上這個東西完全是來自於 恐共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只能說 陸委會他今天做出這樣的一個 決定一個詮釋的話 陳明通還特別提到 因為時空背景不一樣 所以有短 中 長 期的 不同的一個處理的方法 如果你認為習近平過去所提到的 一國兩制事件很重要的話 請問他一月提出來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於一月底的時候 就馬上提出一些反制 你偏偏要等了韓國瑜去了之後 你才來告訴我們這些法裡面 有短期 有中期 有長期 所以你明顯就是針對韓國瑜而來 不要再告訴我說這個不是 而且他簡單的來講 就是過去只是報備 或者是很簡單一件事情 現在變成一種申請 這種申請來說 你會讓大家覺得 當你中央兩岸關係不明確 已經是冷凍階段 你透過我地方還有辦法做一些的交流 特別是在一些農業 商業長 一些的交流時候 連你這個部分都把這個程序 變得這麼樣犯政治法 變得這麼樣子的不方便的時候 你到底是要如何 你像民進黨大方的執政 立法院全部都是你們的 行政院全部都是你們的 你也沒有膽來告訴大家 我們全部禁止交流 你只能在這個小民小會 這些小的條文裡面 來做出你的一個所謂的解釋 你這樣完全是走後門 走小路 你面對這樣的大大方方的方式 你又講不出一個所以然 所以我只能說 不要忘記當初這個賴清德提到 他說韓國瑜是一個百年的 政治的奇才 他期望跟他有一個君子之爭 我覺得蔡總統會不會是在國外 看到這兩個 可能變成君子之爭的 這樣的話語之後 他也很想來蔡函之爭 所以你看他往往 做有很大的一個主導權 他叫嘎一腳 嘎一腳 而且過去辣台妹撿到槍 就已經不得了了 現在希望能夠 透過這能夠撿到炮好不好 撿到炮完之後 或許在這個初選 馬上回來就要面對初選 如果你能夠跟韓國瑜 彼此之間有一些的尬場的話 尬戲的話 或許這個聲量會非常的高 這也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情 我個人覺得 每個人都說韓國瑜像孫悟空 像鯉魚娃娃條 我覺得他真的是 比較像唐三丈 每個人想分他吃一口肉 這邊要吃一口肉 讓他每個人都拖起來做 只是旁邊的豬八戒 也不是唐三丈以前 那麼聰明的一個豬八戒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的比喻 全部全府全黨 不管有職的沒職的 包括已經要選總統的 賴清德沒職的 每個人全黨在哄韓國瑜 我覺得他真是把他的格局 格調已經完全放大到一個總統 你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 我只能說 回歸到今天所講的陸委會 我覺得真是要走開大門 走大陸 陸委會的權責是什麼 你的權責是什麼 你不是國安局 請你搞清楚 請陳明通過去你是大陸通 你搞清楚標兩套的標準 今天這樣一個詮釋 我覺得對很多的地方 特別是未來想要做這個 更進一步正確的交流的 來幫你陸委會做業績的人 你完全在阻擋別人的路 這絕對不是一個可取的新聞 蔡英文或賴清德 都沒有辦法戳到韓國瑜的痛點 反而讓了 搭了一個舞台 讓韓國瑜可以藉由這一次出訪 很清楚的表達他的立場跟態度 也墊高他的高度 他雖然只是一個地方首長 但是你總統都直接針對我來 所以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 他就下了指令說 陸委會你去研究相關的修法 韓國瑜這一次出去 大家認為你去香港拜訪中聯辦 這麼敏感 現在無法可管 去修法未來這樣的事情 不能再發生 當然很明顯就是針對性的修法 就是針對韓國瑜 這一次去香港見了中聯辦官員 所以今天陳明通到立法院來背詢 我也問他 我連番問 今天你們綠營全部跳起來 圍剿 猛打韓國瑜 說他見了中聯辦官員 你陳明通主委 你是不是在2001年 也見了中聯辦官員 他當然也說不可否認 他見了 而且我說今天你見了中聯辦官員 你當時也沒有公開 你有沒有公開你的會談記錄 告訴大家你跟 當時中聯辦官員談了什麼 如果以同樣的標準 你要來檢視韓國瑜 要求韓國瑜現在公開 跟中聯辦官員談話 你當時也要公開 可是他被接連的問了以後 他支支吾吾 最後終於他拿了一份文件出來 他說當時他們有留記錄 然後現場諮詢當中他遞給我 結果我看了只有短短三張 就是當時中聯辦官員 來台灣訪問的一個報告 裡面三張只有短短的四行 講到陳明通去見這個官員 在貓空 然後陪同有誰 知智未提會談的內容 用綠營的同樣標準 你要求韓國瑜出來 要公開會談內容 你自己也要比照辦理 如果你自己沒有 你有什麼臉要求人家 這就是綠營一直以來的 雙重標準 有嘴說別人 沒有嘴說自己 所以陳明通答得支支吾吾 所以我要在這邊講 今天陳明通 你在韓國瑜出訪前 你再三叮嚀說 主權是中央的權責 地方你就去拚經濟 只要凡事涉及公權力 這屬於中央的 地方只管事務性 經濟協議等等 講得清清楚楚 結果現在突然又說韓國瑜 你一個地方首長 你去賣台 你去賣個主權 這不是前後矛盾 所以甚至說今天要來修法 為了接下來限制 這些公職人員 縣市首長 你到香港 澳門去中聯辦 要有所限制跟規範 今天難道你要阻止 所有這樣的交流嗎 今天你說 你自己建了中聯辦官員 沒有事 別人就是賣台 未來還有很多縣市首長 到了香港 到了澳門 也有可能見其他的 也許國台辦 台辦的人員 見他們的市長等等 難道你要全部 像營業費這樣全部都禁止嗎 我想這樣的做法 其實完全不符合 你口口聲聲說的規範目的 因為這些很明確 一個地方首長 我沒有辦法設計儲權的問題 我進去能做什麼 我能簽什麼協議 不可能 而且事實上 他有隨同的市府人員在現場 所以我要談的就是說 今天民進黨政府 你為了因為你內部初選的關係 凡是政治算計 甚至要用立法政策 要用立法來介入 禁止民眾到港澳要見誰 我想這個是非常荒謬 事實上台灣的民眾已經升級了 民進黨你一而再 再而三 扣別人紅帽子 扣別人賣台 事實上這個市場越來越小 民眾已經很清楚 不願意再被民進黨 這樣的操作再騙了 而且你這樣一再的打壓韓國瑜 事實上在這個時刻 只是不斷的增加他的身勢 接下來如果你真的開罰50萬 甚至開罰更重 甚至更用很強烈的手段 來針對韓國瑜 我覺得民進黨 你還是用這種老手法 這種傳統的方式 再打你的選戰 再做這樣的操作 事實上已經不符合 現在的一個趨勢